主席有几个台下来 最近一个青春有几个方法中的 所以可能行动 宣伟行动车的效果可能 是否会到新的纪录来拿 新的纪录还没有经过 所以可能会有几个 清晰的感觉 还没有兴趣 所以我们这些 还可以这样的春 族性 在身材上 就是 越来越来越快 平均接近越来越好 来做其中 所以他们 去的话就是方便上 就是实用 对对对对 其实这里面就是推动了这个 所有的工作 老人 老人其实也有这个 他也有这个需要 那当然我们跟真正 不同的旅行 有不同的教学方式 好 那当然我刚刚讲了 我们在花莲美眠山 有一天这个上次我跟他们去 花莲美眠山 我们那边上课 早上9点钟 我们车子开过去 那已经有大概差不多五六十位 这个老人家在那里 所以说你们怎么 为什么晚来 我们6点就来了 我们9点来上课 已经是礼拜六礼拜天了 那我们今天呢 企业运作的方式 大家说是 企业运作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开个礼拜天了 你看 所以晚上也在上课 就看客户 接下来企业运作就是 他客户需求是什么 就 你算设计没有 对 所以说等于他早上 就在那里面上课 上课 那 后来上一课 另外他这个老人会还有 后来我想发觉 这个老人会 这边这个老人会 旁边还有个老人 原来老人会来好几个会 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 但是我们的台北过去 这个搞不清楚 这边一个老人 他听过还有个老人 他听过一个老人 又跑来到我们 那你们也要上课 我们那边也要上课 我说好 那我就跟我们同学来 那就排吧 就排 就每个礼拜六 礼拜六礼拜天去 会再上课 但是还好他不要叫我 到他6点去 他6点去 他6点去那边运动 他有一些为什么真正老人 也跟他上课 也就是说呢 老人其实他教学的内容 怎么才能讲 他具体讲 我们对于一个 所谓的宗作生 他的教学体系 几个例子来讲 如何制作领域表 因为制作领域表过程里面 你可能我们叫Word的来课 Excel的来课 或者我们的Photoshop 还是制作照片 他都会用照片 那但是对他来讲 他是一个主题 他学了这个课 三个的功能 他大概基本的都会 嗯 这样他才能做出一个主题表 然后接着呢 做主题表的整个过程 他就学一个主题表 你需要的 嗯 他做这个主题表呢 又对他将来 他宗作人将来还在上班 他其实有些是在外面 在找工作 这个就对他实物上面 在做 这真的不同的 这个这个 哦 学生来做 另外对老人来讲的话 那就对他讲 我看他们老 老人家大概不需要做 一个预表 哈哈 所以呢老人家 我们就给他知道什么可能 如何使用Sky 他叫Sky 哦 他用Sky 他可以用自己跟他远方的 儿生联络 他接着用Sky 他在过程里面 他就知道什么 OK 那当时真的同时呢 我再讲下一个词 如果用电脑打滑架 然后他又不去 那里面 对不对 你打滑架过程里面 他他不会去网纳 他打滑架过程里面 他又学会一些电脑的东西 就是他的兴趣 又可以再看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些老人家 他学这些东西比我们年轻人还用心 那有几位老人家直到后来就是说 他刚才自己回去叫他儿子马来一台电脑 马来一台电脑 类似这样的 所以这些我们都缩短出的摩擦 我们常常就比较实物的一种 做法 生活化 因为我们并不是要他们去考年考 就是 纯粹说正如现在的理念是在 他只要推动 就是要把各个阶层 各个阶层的他这个数位摩擦 能够缩短 那这个批划呢 其实我们现在汉光在推动 这个情况 做完之后呢 在右边 还要把我们现在做的这些 电脑上的摩擦 然后去到海外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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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